好的好,我是阿龙 今天给大家分享咱们的一个绣球 为什么干尖,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家里面的绣球 看到这种上面,干尖比较严重 然后呢,念念的没什么精神 但是它的叶片其他又没有太大问题呢 所以有几种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咱们在绣球这段时间 比如说,前面几天,一几天比较厉害 突然间一天,35度的高温 然后它导致它为一个烧焦的现象 第二点呢,它的一个缺水比较严重 是因为土壤比较干 导致它上面供水不足 叶片比较多,花多,水分不足的情况下 它就会有这种焦焦的表现 第三点呢,那就是可能是咱们人为因素 可能说是肥料 或者是用了一些药水 打到它已经发干发粘了 当然咱们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就是咱们大花绣球 焦水焦的少了 所以现在咱们在养绣球的时候 第一点,水分一定要焦足 一天焦两次水是没关系的 早上焦一次,晚上焦一次 它的一个叶片表现会比较好一点 第三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咱们在大花绣球养育过程中呢 在中午10点,11点的时候呢 不能给这个花或者是个叶片喷太多水 因为喷上水之后呢 它高温一晒 它会形成这样一个晒焦的一个形状了 我们病宠害只在跟上 然后肥要打的时候要注意浓度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这几年掌握 那你的绣球一定会长得更好 当然,讲到最后面有一句的话 咱们大花绣球 它在傍然黄境 或者是在相对一个阴的黄境下 它会长得更好一点哦 所以选择黄境也很重要 如果你喜欢的,记得点赞收藏哦 拜拜